OK好那所以呢這個開頭的話就是你要做什麼事情 如果你要寫一個VBA程式那你就跟他講VBA程式 而且甚至我還沒跟他講Excel VBA他也就很聰明 他就知道Excel 其實理論上應該要詳細寫應該Excel VBA 因為VBA還有很多有Wall的VBA也有PowerPoint的VBA 不過好像目前其他另外兩個好像陳嫂有在用 所以基本上都Excel VBA 然後呢可能他猜說因為我有欄位 那欄位的話通常在Excel 所以我在猜啦OK 然後所以呢他就會很聰明的 你也不用跟他特別講的很詳細 他就會幫你把程式給變出來 那未來當然你還可以怎麼變化 比如說請幫如果你要別的程式員 比如說有個現在蠻夯子要Python 有沒有那你可以請幫我寫一個Python程式 他就真的可以怎麼樣幫你寫出來 所以他很厲害 真的是比專家還專家 應該沒有這種人可以隨時要改寫 馬上可以改寫 那真的是蠻好的一個功能 那他會幫你把 而且他出現的文字還會 稍微delay一下 感覺好像真的有人在背後幫你思考 然後把結果給輸出來 當然你們未來一定會有程式碼 這邊上面跟你講說這是VVA 然後右上角 會有一個讓你複製的一個地方 你把它複製之後貼到 當然你貼這才會貼啦OK 然後呢貼上之後的話呢 就可以再去讓他一下 不過可能還是要 稍微知道一下說到底他寫了什麼東西 那當然QRGBT它的功能 其實相當的廣泛 以這邊來看 目前我是覺得我們用的是寫程式 當然以後呢 如果你們還想要用其他功能 我是建議你其實比如哪一些 像回覆郵件有沒有 比如說有一封信你可以試試看 如果人家寄信給你 然後你可以把它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請幫我回覆這一封信件 那要怎麼回覆呢 你可以大概給他一個方向 那你可能要打很多字 大概回覆的字數呢 大概100字左右 他就會幫你回覆了 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而且有時候回覆的還蠻得體的 我覺得 而且你可以跟他講說你大概希望的樣子 感覺好像你就多一個秘書在旁邊 以前可能這件事沒那麼簡單 那其他還有像一些翻譯啦 翻譯我覺得這都蠻厲害的 甚至說你要寫一個故事 有沒有寫小說 其實也可以輔助 你可以跟他講 設定一下那個男女主角的一個狀況 然後後來的演變會怎麼樣 他真的可以幫你寫出 你大概的一個要的樣子 那不是說完全照抄 但你可以至少有一個 什麼草稿拿來修改一下 那其他的話甚至他拿來寫詩啊 其實好像都OK 然後還整理一些 這邊還寫到啦 寫報告也OK 因為我自己是真的有用過 因為我蠻擔心說 學生交的報告 也都用這樣的方式產生的話 那我是不是沒辦法辨識 如果可以辨識的話 那當然更好 所以這個的話是提供給各位參考 因為如果以我們VBA這個部分來看 其實以前的話 我們真的就是需要 從最基本來學習 那如果假設啦 那上完課之後呢 你沒人可以問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 你就要想到有charge fee 他真的會幫你寫程式 OK 不然的話以前同學常常說 老師我學很久 為什麼我還寫不出來 常常在問 這不只一個人這樣問 OK 如果有charge fee 之後 我就跟他講說 那你就問charge fee 就好了 對 如果還有問題 你再來問我 這樣我也可以省很多力氣 OK 好 那 再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喔 不是這麼簡單 這邊怎麼丟到這邊來 這是加總 那假如說啦 剛剛我們是透過那個charge fee 那再來呢 我們 其實喔 可以大概看一下 他其實還蠻貼心的一點 就是他還會加注解 有沒有 OK 真的是蠻貼心的 我想說他隨便給一個東西 沒有 那如果說以我的角度啦 我其實呢 不太會宣告 因為宣告其實有宣告跟沒宣告 在執行程式上面 並不會差異太大 那比較大的差異是說會多三行 我覺得看起來就有點礙眼 所以我通常我的習慣會先把它刪掉 那再來的話呢 當然喔 這個是向下追蹤 不 跟正一樣 向上追蹤 那怎麼追蹤 從 最下面一列 Rose.counts指的是 如果以這一個 這個工作表來看喔 它就是1048576 Rose的話是列啦 點counts就是它的總數 也就是這個 總數就是1048576 那意思是說呢 我們從sales 它的第一個參數是什麼 就是哪一列 那 1的話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第一欄喔 你要想說 老師那1這個怪怪的耶 其實我們以前習慣寫什麼 寫A啦 那你說老師我寫成這樣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OK 只是說以前喔 我比較不會這樣寫 我以前寫法應該是會寫另外一種 還記得吧 我是向上追 從上面追蹤下來 所以呢 這個我 要我寫的話 我就寫這樣 有沒有 Range A1 向下追蹤 點end 有沒有 然後錢瓜弧 向下追蹤 就是axel down 有沒有 然後 點low OK 向下追蹤 這樣子 結果 跟剛剛寫的是一模一樣 那只是說喔 比較常用的是這個方法啦 而不會說像從下往上追蹤 的這個喔 這樣的方法 不過 一般 如果從上往下追蹤的話喔 有沒有得到結果一樣嘛 如果你是從下面喔 Ctrl鍵按住喔 向上追蹤 它一樣停在11 有沒有 其實那個end指的就是有點像Ctrl鍵按住 向上 向上的話呢指的是向上追蹤 Ctrl鍵向下指的是向下追蹤 OK 當然啦 如果你資料少的話啦 甚至你還可以怎樣 直接打個11就可以了 你說打11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可是問題你的資料不要增加或減少 如果只要增加減少 那當然 怎麼辦 你每次都要改層次了 那就不OK了 OK 所以以後如果你不想要改層次的話 那你就應該要學會這一招 OK齁 不過剛開始初學的時候啦 你打個數字就好啦 因為你初學者嘛 是可以接受 那以後如果你要變成一個進階使用者的話 這個一定要記起來 OK 當然啦 不可能一下很熟 可是慢慢越來越熟 那怎麼打 Range A1有沒有 向下追蹤 所以點一下 end啊 你會發現我其實都是 就是用那個他提示的 然後選 選完之後呢 再給錢瓜葫 那也是用選的 那你說會選的跟自己打的什麼差別 其實最大的差別齁 就是一定不會錯 但是如果自己打的齁 會不會錯 很容易發生錯誤 尤其是這個 請問一下這個 X後面這是什麼 L 對是L對不對齁 但是有沒有可能看成E 有沒有 非常有可能 因為這個問題遇到非常多 有很多同學打完成說 是我比喔 眼睛一直看看半天 還是跟你一模一樣 為什麼你可以 我為什麼不行 然後一直卡在這一行 有沒有 那我 剛開始我也是 不知道為什麼 看了半天 對耶 你說說對耶 後來我發現齁 一個這樣兩個這樣 三個這樣都一樣 因為打錯了 齁 所以我每次看 我說啊 你把它改成L就好了 欸果不其然 真的都這樣 那為了避免這個問題的發生齁 我是強烈建議 你用選的 保證不會出錯 然後你再點 點 等於是Ctrl 這個有點像Ctrl向下 然後Ctrl向下之後呢 會停在這裡 那你就把這個11 帶到這邊來 所以你要怎麼帶過來 你用這個Raw 這個Raw指的是什麼 你現在所在位置的那個列 請你把這個資料呢 幫我把它取得 所以一隻手拿著一個文件 其實就取得資料的意思啦 取得怎麼知道 取得列資料的訊息 這個訊息 OK 所以一隻手拿著一個文件 就是放資料的地方 有沒有 或者是放設定值的地方 像我們之前也有那個什麼 screen updating 什麼有沒有 那 它有個專有名詞 叫做屬性 屬性 不過每次講到屬性同學都會 屬性感覺好像很學術 白話的意思就是反正就放資料的地方 放什麼資料 就放這個列在哪裡的這個訊息 回來就是11這個 所以這邊將來會是11就對了 如果你資料增加 那就